吃起來比較...感覺就比較有甜度啦 那你太小隻也浪費時間啦 你看我如果要放10隻好了 那我要剝10隻啦 喔喔,看到耶 對啊,大一點讓人家吃起來爽一點 欸,這是...真的算大耶 看他的那個剝蝦速度 也剝太怪了吧 剝蝦速度是... 太扯了 我們這邊沒有人可以比的 呵呵呵 沒這麼誇張 傻瓜巧 他以前在基隆打工的 太扯了 認真了 沒有啦 呵呵 我們也是做這個啊 因為我們以前也是想說叫人家的蝦仁 可是吃起來就會不一樣 現剝還是有差 有差 而且這個還不能一次剝太多 每天用多少 你剝太多放兩三天就變紅的 然後變軟的 喔 它會...顏色會變 你現在看這個顏色 然後過兩天之後它就變紅紅的 然後那個肉質就變 所以一天要用到幾支架 一天喔 一天大概四盆 四盆 是我們大概八盒 四盆 幾百支 有 欸... 我想一下 八、六、四、四、四百多支 四盆 哦 四、五百支 一盒大概六十支 所以早上會先把那個 今天要用的時候 先準備 因為 我們這裡忙是忙夜市晚上 哦 真的哦 晚上是... 像這個位置 晚上會做嘛 哦 對,啊你中午其實沒什麼 而且這個我們是去年十月份 國宇宙才開的 所以中午的話 我們沒有做那種 外送啊 幫人家送到那種 所以你們這邊沒有外送嗎 有,只有熊貓而已啊 哦 對,啊 變成說這邊的話 中午 我們有另外一間 人愛店 之前有請那個小葵 開 那一間 那一間的話中午就比較好 人愛是靠許惠那邊 許惠中午的旁邊 對 離市里比較近 呵呵呵 呵呵 如果你是Uber的話 那邊我可能叫的到 有可能 有啊,都有啦 Uber很窮 因為那邊 那邊外送平台就比較多 那其實講真的外送就 因為外送單價會變很高 而且你這算手工業啊 所以 其實成本很高 其實 這種東西就是 因為現在人力貴 其實像包水餃 你用水餃 雖然成本很高啦 可是你水餃的賣多少 一個賣8塊就被罵了 對 對不對 一個8塊10塊就開始人家就要開來笑 這種東西都是一樣 因為 吃的 吃的東西 有人覺得有價值啊 有人覺得 他可以吃便當 可以吃 更便宜的 然後更多的 現在好像也沒什麼不太調漲 現在什麼都在漲 因為像這種東西 像我們用的豬肉啊 雞肉也是 就是 每次來廠商就想要漲 呵呵呵 欸漲了是不是好像也調不太回去 回不去啊 其實像我們末端也是最可憐 因為 末端的是 它不是只有漲一樣 你說雞蛋 我們當初雞蛋還 還訂不到蛋的時候 如果一人多兩百塊拜託人家送 你懂 因為你訂不到蛋啊 你訂不到蛋 你這煤蛋不能做吧 不能做生意更慘啊 那你成本高一點是沒差啊 但是你要有東西 像我們這每個都要一份蛋 有的還要再加蛋 對 然後你看蛋之外 然後什麼油也長啊 什麼肉也長 像我們每次都有肉 所以藏粉他們很多都是就是 比如蝦仁 它就是實際上只有蝦仁 然後我們是 因為我覺得我們吃起來那種豐富度啊 不一樣 因為我們的話就是 相當的大份量 它裡面就是有肉也帶有餐 基本的都有 那你們那個什麼 是 那個 好話講 你們不能用蛋液嗎 還是 一定要用 有殼蛋 不好看 不好看 我們蛋你打出來就是有白跟火光 所以 你單一看到就是打散 其實就像早蛋店一樣 而且 這種東西齁 都現做的 每個人點